大家好,今天是5月12日 回到明報BOOSER賣新機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看看恆辛指數 我們看到恆辛指數不動 站在195左右的水位 後市會是怎樣呢? 先看看圖 你見到恆辛指數自從上星期 5月5日 5月5日是剛剛出現FOMC議息 聯邦儲備局決定加息0.5% 接下來預計6月都會加息 昨天就出了CPI數據 反映著美國的通脹 仍然都叫做高企 結果出來是8.3% 暫時恆辛指數都是受到美股的拖累 你見到上星期4開始 開始由21,200急跌下來 落到今個星期二 星期一我們放假 落到191.78 昨天就做了一個反彈 這個反彈在技術面上 其實是回補周線的裂口 你見到上星期五收市 2001 裂口低落到19,300 其實是跌了七八點低 補回裂口 亦是撞回阻力線 原本在3月15日最低做1235 這個4月27日做了19665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會有機會 看看它搜不搜到這些位置 搜不到的話 它就會再進一步跌穿這個價格 跌穿4月17日 結果它跌穿之後 裂口低開之後 裂口做回補 回來補裂口之後 周線裂口 記住 這是周線裂口 因為在一個星期上面 整個星期 基本上是上星期 撞完10個月 跌了下來 今個星期開低 上去補裂口 接著縮回來 技術面上 你不可以說港股是見底回升 你亦不可以說它可以買上去 暫時來說 短線來說 只不過是一個反彈 反彈完成之後 我擔心 仍然有機會再進一步跌下去 19,000億 甚至乎再試多次 上一次那些低 18,000億 是有這樣的可能性的 變成現在現水平 港股 如果你要買東西 我就不建議 那怎樣才會看好港股呢 在技術面上 首先第一步 其實它最基本 都要爬上10天線上面 即是你見到昨天 最高到20,083 就是這個阻力 你起碼都要爬上這條線上面 爬上上面 我們就看它可不可以 承接再咬腰上去 如果做到這樣的動作 當然我們就會去 對港股 就是會不會再見到底 然後就上了 但是如果它基本上上不到 仍然都是後市 都是繼續偏淡 因為外圍是弱的 後市繼續偏淡下去 繼續再跌穿 19,178 我相信跌勢會加劇的 加劇最大的支持位 你不用想 多數數到18,200 變成現在現水平 我就不建議大家去買 不要貪便宜去買 現在市仍然是偏淡 你要買東西 最低限度都要過港股 起碼都要爬上10天線上面 起碼都要站穩 甚至乎我們再講遠一點 你要周線上去才行 否則現在暫時來說 你怎麼算都好 你由上星期五收市價 和現在現在這一刻的價 都是下跌的 只不過今個星期 是叫做低開的意思 所以整體上 我認為港股仍然是未見底 仍然是會有機會 再進一步向下跌 甚至乎再穿這個18,200 完全不出奇 所以變成現在現水平 大家就不要買貨了 不是那麼適合 現在這些水位去call 不是那麼適合 看看它會不會有機會 再跌深一點 再向下面挑戰底 就是這樣 今天就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